各位評審好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自得其樂 我們這次會想做這款發熱包 是因為我們希望能找出能讓兒童自己加熱飯菜也不會危險的方法 於是我們就做出了這款簡易的自動加熱包 我們找出了可能會發熱的物質 像是生食會加水、鐵粉加鹽水 還有酒精加水等 測試溫度的結果發現是生食會加水溫度增長 所以我們使用了生食會 再來我們調配生食會的比例 不同的比例當中 50克的30克以及50克的水溫度增長最高也最為穩定 所以我們決定使用50克的30克以及50克的水來製作我們發熱包的比例 若時候我們發現30克的水滿之後會才能水溫度增長進去的等 其實溫度有失 所以我們做了另外一個實驗就像 看看在山盤加上蓋子裡的測試 我們會使用比較多 加上蓋子裡的溫度深量的高度 所以我們會提供的鞋和加長蓋 加蓋完之後我們要找出用來裝食物的容器 我們把生食灰和水混亂加入塑膠紙碗和不鏽鋼中 然後實驗後發現生食灰和水反應之後體積會變大 紙碗的容量太小不能裝食物 不鏽鋼和塑膠紙碗加熱的溫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不鏽鋼散熱速度比較快 所以最後我們決定使用塑膠當作裝食物的容器 再來我們要解決生食灰會飄散的溫度 所以我們就使用了不同的材質把生食會高 在過程中分別了他們的優秀點 測試溫度發現塑車子當作包裝 溫度能夠食量最高 而且它有延長性不必破裂又好吸水 所以我們就使用了塑車子來當作包裝 然後我們續了加熱各種不同的食材 加熱的食材有白飯湯提升的雞蛋 白飯跟湯加熱過後溫度都有明顯的升高 但是加熱過後的雞蛋打開並沒有熟 所以我們發現我們的加熱包只能將食物才加熱 並無法將食材提升 而且我們也以市售藍人火鍋的發熱包做的比較 我們發現我們的容器可以重複使用 而且我們的製作成分也比較低 但是我們的溫度升高沒有很穩定 所以有時候可能食物沒有怕煮熟 根據上述的實驗 我們決定使用生食灰當作發熱包的內容物 我們也使用對流來將食物加熱 我們用塑膠來當作裝食物的容器 我們也使用儲存子來包覆生食灰 然後使用後發現我們的發熱包只能將食物加熱 不能將食物煮熟 最後我們也希望未來有針對這個主題研究的同學 可以針對這以上兩點來進行改良 像是第一我們希望能調整生食灰和水的比例 讓加熱包能把食物煮熟 也希望能夠找出沒有殘留物的發熱物質 就不會有多餘的垃圾 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評審 好 我問一下 你們說生食灰跟水的最佳比例是50比50 就是1比1嘛 那可是我看它最高溫好像只有到71度 那71度就是也只是能把食物變 材料加熱 材料加熱 但沒有辦法把生食變成熟食 那為什麼你還會覺得它是最佳比例 因為它維持了比較久 然後也能達到原本想要的效果 它維持比較久 是包就是在塑膠碗還是不鏽鋼碗 都一樣嗎 還是有差距嗎 就是一樣這個比例 在這兩個碗裡面 你們不是有比不鏽鋼跟塑膠嗎 那它的比例也都是5050嗎 還是 都是5050 都是5050 所以 總結接下來 你們還是覺得50比50是最佳比例 可以把食物加熱 OK 好 謝謝 因為我沒有看過懶人火鍋 你們可以介紹一下它是怎麼樣製作的 你們有帶來這個嗎 有 我去拿 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 它下面 這邊會有發熱包 發熱包 然後加水進去 把食物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大概 等了大概15分鐘 那它是加熱還是沸騰 它本來的食物應該都是熟的 所以是加熱而已 那你們有量過它的溫度嗎 有 有 多少 90幾度 90幾度 喔 市售的 對 市售的 然後這樣子一個多少錢 大概100多 100多 確定 確定嗎 因為它的表情好像有點疑惑 300多 是嗎 300多 好 算300 好 算300 那你們 因為剛剛你們有講到那個成本的比較 對不對 對 那你們用生石灰跟你們那些材料算一算 你們有算過那些成本嗎 我們先講價錢的 金額上的成本 懂嗎 沒有 所以你們的成本比較低 是怎麼比較來的 感覺 感覺 對 感覺 好 沒關係 然後 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是金額的成本 那時間成本上 我們自己做的發的包需要 比較多時間來製作 比較多時間來製作 比較多時間 對 把這個是直接可以洗用 對 那它那個裡面的那個 發熱包的材料是什麼 生石灰 裡面也是生石灰 對 生石灰 裡面也是生石灰 那高級是一道九十幾塊 那裡面一樣起司機 原本是一樣的 好 好 這可以吃你們下一階段的 請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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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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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